倒下一大匙白醋再加番茄酱和糖酸酸甜甜的糖醋酱配上炸鱼超对味 其中黑白醋是各种料理常用的调味料 或加上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标榜百分之百纯酿造的醋 但不少数翻到背后都可以看到有添加物甚至有化学物质并醋酸 对我觉得台湾的规范不太好 感觉上就是它有造假你也查不出来 为了避免厂商利用纯米酿造等标语吸引消费者食药署宣布 以后只有成分单纯的醋可以标示为酿造醋 如果有添加果汁增加风味就叫做调理醋 至于有含醋酸冰醋酸的食用醋都要注明是合成醋 违规者最终可以罚四百万元 合成醋当然它有加冰醋酸 当然它很快的就能够比如说也许一天两天它就可以卖了 但是你酿造醋比如说一般我所知道的就差不多十五天至二十天 除了成分不同价格也有差距 比较市面上酿造醋调理醋和合成醋 以工法繁复的酿造醋最贵一毫升零点一八元 要判断醋存不存还可以用力摇晃平身看泡泡多不多 维持的久不久也可以揪出是否有含化学添加物 摇一下摇一下它里面有泡泡 有泡泡它能够快速的就完全没有了 代表说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就是它添加会比较少 食用处标签改良还得等到明年七月在那之前 消费者不妨透过价格还有师傅的小PayPal来自报 记者温凯成万千华台北报道